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确认出演安乐船只为害人情 遭粉丝抵制 迪丽热巴大粉已经确认出演安乐船了 不过男主并没有确定 之前网传过林更新和龚俊 安乐船主演讲述安乐全家遭人陷害 安乐他在帮助百姓安居乐业的同时 也在不断调查真相 还加足一个清白 安乐他在帮助百姓的过程中 不仅获得了一定的威望和赞誉 同时也被太子韩业男主赏识 成为其幕僚 安乐这个角色足智多谋 善良聪明 以天下苍生为己任 他在战场运筹帷幄 带并杀敌 赢得险胜 总体来讲女主是非常出彩的 但是 很多时候就怕这个但是 一部剧的成功需要导演 编剧 演员 投资方 平台宣发等等一系列的努力 比如赵丽颖的 《你和我的青城时光女儿》太加戏了 女儿好像小说里的女主 超强 什么事都能解决 导致这部戏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 还有热巴之前的幸福触手可及 女主明明一心搞事业 非常洒脱 改编后女主被弱化 男主明明是个霸总 改编完性格犹犹豫豫豫 连几个女配都搞不定 而男二小说明明是年纪小 却很腹黑 把女二吃得死死的 改编后只能用窝囊形容 关键还加了原著中没有的角色 而且戏份不少 所以很多人都弃剧了 而安乐船网传热巴和龚俊合作 并不是热巴资源降级 热巴抗剧能力和演技都无庸置疑 特别是长歌行李贡献了非常棒的演技 而热巴接演安乐船是在还人情 加上这部剧是优酷的剧 热巴最近和优酷合作很紧密 有个热巴粉说 巴粉尊重合作伙伴 巴粉不是专业的 也不干涉工作室的接戏计划 但是帝皇叔制片人 多次采其他全谋剧 多次煽动粉丝看Cut 同样作为业内人员 不尊重业内伙伴的劳动成果 这样的合作方 我相信他不会用心做剧 多次明里按理采热巴 是热巴不配 既然如此没有抢求合作的必要 粉丝对爱斗的爱真的很深了 昨天半夜一两点钟 迪丽热巴超话热闹起来 都在讨论 在焦虑 在安慰 更有巴粉说巴粉是时间管理大师了 迪丽热巴粉丝抵制这部剧 并不是因为网传男主龚俊 而是单纯不喜欢制片人 也更想让热巴有更多类型的尝试 也有网友说 如果真的定龚俊粉圈必思 原因很简单 龚俊粉丝年龄较小 关键龚俊粉丝很多都是单改的CP粉 龚俊为粉说CP粉浪浪钉 经常采合作女演员 龚俊粉丝也不太想他接这部剧 这部剧简直是个毒饼吧 龚俊个别粉丝在采女主 女主粉丝很刚的说 只要能替巴粉丝调女主 就买龚俊代言 这是多恶这部剧啊 迪丽热巴确认出影安乐传只为还人情 遭粉丝抵制 不过很多粉丝还是表示尊重热巴 甚至表示再也不怕YXH采剧了 因为自己会加上衣角 不过我倒是觉得如果剧组不搞事 不模改 不加戏 浮化到搞好也是一部不错的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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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d8